初音乐 那个 这下午好 那我们今天 来到我们今天 Open Data Taiwan 2023 第一天的最后运场 我们下午的这个 Ugeda工作坊 那我们 我们下午的 简报 正在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 我们之后的简报都会整体在 大家看到的活動資訊 就是你的卡上面 跟QR Code 包含我的寄送的新鮮通知 都有相關的連結 然後後續也會發在我的Facebook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去關注一下 好 那今天在下午 今天下午第一場 由這個德國經理協會的Alan 我們簡單介紹一下Wikidata 以及Wikidata在各個國家 尤其是在歐洲的一些應用 那接下來我要來跟大家介紹的是 可能是改變台灣的應用 以及Wikidata實際上怎麼樣去操作 好 那首先 這段簡報也在我們今天的那個 供應頁面裡面 所以大家可以去供應頁面 找到這段簡報 那首先提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Wikidata它其實是危機的其中一個 計畫 它是一個危機媒體計畫 它的地位相當於Wikidpia 也就是說它跟危機百科之間 它其實是一個減微計畫的關係 它並不是Wikidata 就是說 Wikidata它並不是危機的資料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它是一個獨立的專案 就跟危機百科一樣 它是一個獨立的專案 那 我們 我們常常在講 假物地帶裡面 我會喜歡 談到一個概念 就是說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的分享 其實 主要的主軸 其實是聯繫在這個 環境的資料 開放的資料 如何去取啊 如何去用 然後從這個 我們最早 早上的BGIS 有請到這個 在訪內的 然後 再到 當治療老師 在談這個 社區的JS這個概念 那我們 其實 回到在說 這個人文研究上面 如何去用這個 Open Data 去展現它的引用 那 我想要去聊一個東西 其實是一個大家可能目前比較沒有感覺到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以前可能大家在看書的時候 我們是會直接讀書 然後書的內容 你會直接讀取到 你會直接讀取到書的內容 然後你在找書的時候 你可能會透過圖書館的編幕 或者圖書館的編幕書 去得到那本書 或是你在看報紙 但是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就是說 今天可以看到在做各位幾乎 人手一機 就是至少有一支手機 或者是你還會有一台電腦 你還會有一台銘店 甚至你現在不只一台銘店 而且不只一台手機 那你有沒有發現 比如說其實你今天 你對一個東西不熟悉的時候 你對一個東西不了解的時候 你可能會去Google 你可能會去Bing 或是最近很紅的這個 Chair的GPT OK 你可能會去問他問題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你在做這些事情的背後 它有一個事情就是說 你今天你是透過你的手機 你的電腦 你的機器 把你的行為是先探取到的機器 機器背後去幫你找到內容 然後內容被附回來之後 才回饋到你的手機 回饋到你的電腦 回饋到你的任何平板電腦 電視等等 這個電視 所以其實在這東西裡面 搜尋引擎啊 機器啊 它其實是背後要透過跟內容 它有時候有MetaData去互動 它才有辦法去提供給你你想要的內容 就好像你今天打北大 你打北大兩個字 它可能會因為你人在台灣 或是你人在三峽 然後它會告訴你 你講的北大可能是台北大學 而不是北京大學 像這樣子的東西 有了前面這個前年 我們來認識一下WikiData 怎麼樣是WikiData WikiData WikiData它在2012年成立 它相較於維基百科的 它非常的年輕 維基百科是2001年就成立 WikiData 2012 成立 我們在去年也是在這個節檔定 也是共同放進了它的十週年 WikiData的網站在哪裡呢 大家如果現在還有手機或是電腦的 你可以直接輸入WikiData.org 你可以輸入WikiData.org 然後就可以到WikiData.org 如果你沒有輸入 它應該會是英文的 它應該會是英文的 我們常常講說日益被針的這個 日益被針的這個資料存取 傳統的WikiData 已經沒有辦法處理 它很難去處理 那WikiData它透過結構化 跟電解資料方式 來達到這個基督的友善 那我這邊舉一個例子 如果你是正等人的話 你應該對這個地方不會太陌生 這個地方叫劉處浦 劉處浦在旁邊而已 那個龍虎機場旁邊 就是未來的捷運機場 對那一塊 那這件事 這個我要來講什麼 就是如果大家對於三小的歷史 或大家三小的行政區 會有稍微的理解的話 你會知道其實劉處浦 它其實是大字名 也同時也是小字名 什麼叫大字小字 也是日誌時期的行政區化的一種 那因為 維基百科它對於條目的撰寫 有需求 它是一個需要用散文式的方式去書寫 所以對於一些比較細索的資料 它可能比較難去把獨立的條目拆分出來 這裡你如果去看劉處浦這一個條目的頁面 你會同時得到幾個東西 第一個你會得到 游處浦這個東西作為地名 同時作為大字 兩個不同的概念 但是如果我們根據三峽政治 三峽政治這本書 去區分的話你會發現 勞處浦這個詞 其實可以指四種不同的概念 一個是地名 就是那個區塊就叫劉處浦 一個是小字 是公館後有一個小字 一個是賣載員大字裡面有一個小字 最後是當時有一個大字也叫劉處浦 那透過物體電腦 它是把這些Meta電腦的話 把這些東西去拆分成更細的概念 去把相關的資料可以做更精準的 比對跟梳理 稍微比較一下 Vikidia 跟Vikidia Vikidia 它是最大的 全球目前應該是最大的開放電解資料庫 應該是 那什麼是開放電解資料庫呢 這個我們要從幾個概念去看 第一個是Open Data 今天畢竟是Open Data 那Open Data是什麼呢 就是 這個是國科會 2020年 現在新國科會 2020年 一個最新的一個概念 最新的一個側面媒體到 就是Open Data 它就是說 Open Data 是以開放格式提供 在無常界不限制使用 目的地區及其間 並不可作為之方式授權 理 那就是 Open Data 那 今天我們一直回到在 Open Data 的概念 包括像我們最早 早上提到 VGIS 然後再來社區 GX 再來是那個 Vikidia 作為一個 Open Data 概念 那什麼是 Link Data 呢 Link Data 它其實有點複雜 不過我簡單說明給大家聽 簡單講就是說 Link Data 的概念是 我這個資料 我們傳統來講 我們資料的命名方式 我們可能會用中文命名 可能會用英文命名 但是這個可能就會遇到 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說 可能會有兩筆資料名字一樣 大家知道其實有 就是在政治還有學術界 有兩位蔡英文嘛 然後其中一位蔡英文已經過世 有一位中文院的研究員 就叫做蔡英文 而且同名同姓 或者是在立法院裡面有立委 其實也是同名同姓 立委是同名同姓 那這個時候就會發生說 請問你指的這個蔡英文 或是你指的這個誰誰誰 是不是同一個人 不知道是不是哪一個人 那這個時候就遇到了很大的問題 那到底我在搜尋的時候 我應該給你哪一個結果 那這個時候就需要UI 什麼是UI 就是統一識別碼 就是說我今天資料的命名 不再是用單一個語言 或是某一個特定的語言 去做一個命名 而是我是用一個統一的識別碼 去幫物件命名 再來列別資料要有什麼 特性呢 就是第二個是 它要以網頁的方式提供 統一識別碼的查詢跟資料提供 然後再來就是 特定URI的內容 它會保留連結到其他的URI 就是這一筆資料 它下面會有連結連到其他筆資料 這個是連結資料的幾個特色 幾個特色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會對於任意的UI 統一識別碼的資料的請求 它會有一個標準的格式 這樣如果你是怎麼去看 它就會用網頁的方式給你 那如果是用機器 就是如果你 我們連結了幾個API 如果你是用API去做它 它就會給你可能JSON 或是CSD 或是其他的基礎格式 那舉個例子 以成功大學來講 它可能就 它的資料組成的樣式就是 成功大學 URI是Q706708 那成功是 那所以說你在物體代裡面 你只要查706708 或者叫Q Q706708 一定是成功大學 而且一定是 那個在台南火車 那後面那一間成功大學 不會是其他成功大學 然後 國家 P17是 Vikida的一個 Vikida對於屬性 也是有那個URI的 然後中華民國 那Q86就會 對到的是中華民國 而不是對到其他東西 那 這個是常常被拿出來講的一個 開放資料五顆星 就是說 我們做開放資料 就是做開放資料 還是有很多的層級 像今天早上記得有提到說 這個 我們台灣常常會有這個 從政府 中華政府 往下推的這個 中華的開放資料 然後常常在講這個五顆星的概念 那 大家可以看到 在第四顆星的時候 第三顆星跟第四顆星 是CSV跟RDF 最上面第五顆星才是LOD 那其實LOD 它有一個最大的一個特色就是說 你看RDF已經做URI 就是在RDF的時候 你的資料都已經有 用統一式檔碼去做分配 那LOD是差在哪 就是你這些資料 能不能在網路上去進行做查詢 但是 我們等一下會講到一個其中一個案例 就是 水利組的核酸代碼 水利組的核酸代碼其實有提供 大概是CSV 跟RDF中間等級的資料 那差在哪裡呢 就是 水利組的核酸代碼 它是目前 我說目前 水利組 他們那邊比較沒有一個 可以去用核酸代碼 反查的一個系統 那我們 烏基拉透過 我們烏基拉社群 去跟水利組合作 把核酸代碼的資料 丟進來烏基拉之後 可以協助他們 用烏基拉方式 去做核酸代碼的反查跟查詢 那等一下我們會講一下範例 那最簡單的講 剛剛提到烏基拉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就是說 它導入唯一的視點 然後沒有演算法 什麼叫演算法 就是說 大家有沒有遇過一個情形 就是你在Google有沒有 打注音 或是你打坐字 Google還是會給你一些答案 或是甚至Google會給你證券答案 這個其實就是一些演算法 會提供的一些功能 那為什麼不提供演算法是一個好處呢 因為有的時候 演算法會把你想要的資料過濾掉 有的時候演算法會把你想要的資料過濾掉 可能是那個網站寫得不好 或是那個網站的速度比較慢 對搜尋引擎而言 它會覺得說 那個是用不容易會忽略的資料 那再來是三元組結構 三元組結構就是剛剛提到的這個 它每一筆資料的秒數都是三個 都是三個東西組成 然後再來就是全會指揮的機制 等一下會解釋 然後再來它會降低書寫跟參考文獻論 要求的門檻 然後再來就是CC0授權跟全資料匯出 這個是Wikipedia的一個特色 那總之 總而言之回到最後 Wikipedia跟Wikipedia相比 Wikipedia就是要打造的一件事情 就是讓電腦讀得很友善 維基百科是盡可能讓人讀是很友善 那Wikipedia是打造說 如何讓機器讀是友善的 我們特別來講的三個功能 一個是全會指揮對照 一個是跨資料匯對照 跟最後是這個 跨資料匯對照 在台灣比較常講什麼 就是界階 就是界階的功能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本文獻的資料固 就是Wikipedia的幾個特色功能 那這邊舉一個例子 這個你跟所有都很幸運 那其實這個例子在台灣的幾個 台灣的原住民的物上面 或是名字比較長的人物上面 都會發生 就是你們有看到就是他們的名字 如果是用漢文書寫的話 有的時候會有音介號 我最討厭音介號 為什麼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要怎麼打出來 就是你如何用鍵盤打出來 你可以看到第一個 你可以看到第一個 這兩個點在機器的編碼裡面是不一樣的 這是這兩個點 這兩個音介號的點 是不一樣的 這一個問題的系統裡面 你的熱心 當然是前面那個點 而不是後面那個 那你輸入後面那個 前面那個不會跳出來 反之異然 反之異然 然後再來就是 拼寫不同 或是不同語言 它可能是讀名 讀語名 或者是英文名 拼音名 等等 或者是不同時期的名字 但是在日式時期都改過名字 等等 漢名 甚至是台灣在翻譯外國人的時候 翻譯外國人的名字 像最近烏二戰車常常講的這個 德文斯基 普丁 普丁 我就看過很多版本 有普丁 普丁 普青等等 那 我怎麼樣去讓電腦知道說 不管是普丁 普丁 普青 都是指同一個人 這個就是我們需要一個 我們講說叫做 權威對照的一個功能 權威對照的功能 權威對照功能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我今天設定 我今天設定今天 熱心瓦彈等於 英文的熱心瓦彈 等於 杜錦山 等於 日野山 等於什麼什麼 等於什麼 等於零瑞場 那 你只要告訴電腦一個這樣子的表 你在搜尋零瑞場的時候 就會出現 熱心瓦彈 其實我們目前大部分的包含 塗出資料庫的 塗出的這個資料庫的平台 或是一些資料庫的平台 它背後都有這樣子的一個表 在提供 在提供接受的結果 協助你找到你要的資料 那再來另外一個是 跨資料庫借接的一個問題 剛剛早上的張老師覺得 提到一個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也是那個 追寶局 曾總共提的 就是說 那個 資料 你的伺服器 或者是那個 系統 要誰來管理 那其實有的時候 戒接 資料的戒接 或是資料的流通 有的時候在公家 大家就會遇到這部問題 就是說 可能業務不相同 資料就很難解接 因為 畢竟 因為畢竟 主管機關可能 我就是 追寶局 可能在旁邊 之類的概念 的資訊 可是這些資料可能不適 等等 或者是在權責上面 會有一些 同組關係 等等 那 我們這時候 在做跨資料庫對照的時候 要有人力 要有物力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今天同樣是 同一筆資料 有個例子 以大潘西來 我們可能圍基 有大潘西的資料 水保局也有大潘西的資料 水利組也有大潘西的資料 那我們怎麼樣去整合這些 大潘西的資料呢 我們剛剛去做的是 我們要去對照 A資料庫 跟B資料庫裡面 同一筆資料的統統性 我指的 是不是同一筆大潘西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透過這樣子 我們去對齊之後 就可以去做所謂的 間接 或是跨平台匯入 但是今天如果資料庫很少 就是今天如果走兩個資料庫 或是只有三個資料庫就走 這件事情可能是可行的 就是我早上來跟你對比較好 可是如果今天資料庫很多 如果今天有十個資料庫 或是今天如果有一百個資料庫總辦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中間它會有更多的人力無力的成本 還有組織全責的問題 有沒有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我們提出一個解法 就是 如果你今天把VT data架在中間 大家每一個資料庫都跑去跟VT data對 這樣子的狀態下 你只要滿足跟VT data之間的對照 你就可以讓資料D-HA 對照資料D-HA 再去對照資料D-HA 這個是一個我們提出的一個解法 就是說你可以透過VT data作為第三方 去讓你自己的資料編碼 去跟其他資料庫的編碼 去進行對照去進行接接 那在維基媒體內部有沒有 意見 Wikidata在對照被創立的 它其實也在處理類似的問題 可以看到旁邊 我的右邊 你們在左邊 那張原來研究圖有沒有 這個是對照對照圍基百科的狀態 怎麼意思呢 你可以看到上面寫D-E-N D-E-F-R 就是英文、德語、法語 反正今天都是寫籃球這個項目 我在英文寫了一個籃球 沒有問題 我在德文寫了一個籃球 沒有問題 那我德文怎麼連句英文 我是不是在英文裡面放一個link 德文在那邊放一個link 這樣就可以互聯對不對 那我法文在那邊再寫一個籃球怎麼辦 我就要再跑回去英文、德文 再放法文的連結 然後法文在那邊放德文、英文的連結 依此類推嘛 那今天假設 今天只有10個語言 這樣子做好像還OK 那如果有100個怎麼辦 如果有200個怎麼辦 今天目前可以支援300多個語言 300多個語言 所以後來他們想到一個方法就是 那我把它集中在同一個頁面 這個中間就是誰 就是wikidata 我籃球 不管英文、德文、法文、阿拉國文 都把它結合在wikidata上面 這樣怎麼 這樣一列出來就可以知道說 原來籃球有這麼多語言 這是wikidata最早的功能 那它的概念大概就是這樣 A資料庫、B資料庫 中間的地方會在wikidata上面碰面 所以你透過wikidata就可以取到A資料庫、B資料庫的 不管是資料源或是資料 那再來就是導出應用 再來就是做對照、跨域檢索 因為每一個單位 水保可能要的是災法 然後今天可能 海山學的資料可能是 以畢方學出發、文齒類出發 然後我自己舉例 可能 我舉例 荒野 他們可能在三峽這邊做的資料 可能就是環境類、生態類出發 可是他們可能都在講三峽 或是他們都在講三峽和 那我透過中間去做一個對照 這三峽的資料之間 就可以互相去做得有多 那在國際上面 除了wikidata以外 其實有不少的單位在做類似的事情 其中的單位叫做VIF 那VIF他們主要是比較大型的機構 像是以台灣來講是國家書館加入 他們就是互相會把同樣的一筆資料 互相串接起來 那早期wikidata 跟早期VIF 也會跟英文的Wikidata 進行對照 後來都改成用Wikidata去做對照 那接下來簡單介紹一下這個應用的案例 剛剛其實下午的時候 那個德國的阿蘭已經介紹很多 那我現在再介紹一些 這個是 就是 東南亞科學的資料 研究資料寄存所 剛剛有提到 這個wikidata 它是用這個 URI去進行項目的命令 那其實在台灣 在台灣有一個東西 的命令就很常會保守 這是什麼東西 就是 台這個字 有些資料大台 有些資料小台 你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 你要買就做一個通通標 不買就是 你就是要直接用URI去做檢索 不然我們如果用這個 用全文解鎖 你寫大台或是小台 都有可能會 資料會長到 那 那 你都知道 其實它就透過 用wikidata去下關鍵字 這樣子 你用英文或是 中文或是其他語言 去找這個資料 都可以透過wikidata 去找到你各一樣的資訊 那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在國外有一套系統 叫做OmegaX 它是基於wikidata 做的一個關鍵字的 床域構成資料的 撰寫平台 就是說 你在幫這個東西寫mata 非常熟 它所有的東西 都直接借借到wikidata去 所以你的所有的資訊 可以直接連到外部的資料 然後你就可以很快得到 你就可以很快得到 這件產品的一些資訊 哪怕好像是 它是屬於來的國家 什麼年份等等 那這個是我們自己 這個是我們 在工作方式裡面 實際完成的這個案底 這也是跟台北大學合作 台北大學同學合作之後 我們完成的一個案底 就是 台南有一個地方叫佐證 然後我們去看 佐證政治 佐證鄉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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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證鄉治裡面 其實有記載 佐證的各個地區 有名的家族 那 那 不太行 那它這個記載的書寫的方式 就是寫說 它就寫說 就是我們紀錄的這個是 一個 佐證的一個地區叫 摔死侯 向西高 應該是在那邊 佐證摔死侯地區的一個 楊氏的家族的一個族 那它就寫說 楊憤這個人 是開基祖 生於結王四十五年 獨於道光十年等等等等 然後楊池頭 楊氏第二代 生於什麼時候 楊慶 楊氏第三代 楊石頭之長子 你這樣子看完 都覺得有點暈頭震動 你還要自己在那邊做筆記才知道說 所以楊石頭的小孩是楊慶 楊慶的小孩是楊人 這樣子 我們就把這些資料 這些參考資料 匯整之後呢 輸入進wikidata 我們就可以透過現成的工具 得到上面的這一份圖圖 我們就可以得到上面的這一份圖圖 最上面是楊分 下來是楊石頭 楊石頭再來又有楊人跟楊慶 楊慶下來又有誰誰誰 就可以很快地完成一個 結構資料分析的主項化 再來就是結構化資料的一個再處理的應用 早上其實當晚只有講很多 就是透過把這部分資料 一些不同的資料 去做結構化之後 就可以做到很多的分析應用 這個是我們跟另外一個單位 叫西多元藝術公司合作 把他們的展覽資訊 都輸入進 front line 之後 你就可以得到這樣子的一個展覽 展覽的一個time line 一個時間表 再來就是核戰資料的部分 核戰基本上就是有源頭 然後會匯入到其他的核底 這個也是我們的水利組合作 去盤點目前水利組合穿代碼的這個 核穿資訊去建成的一個水系圖 當然這個只是一個簡單的sample 還有其實就是你如果會寫成這樣 你可以把這個sample寫畫得很漂亮 那這個就是一個季度資料的一個載音 那大家字有點小 不過可以看到這方面是淡水河 這整個是淡水河的所有的流系 你可以看到最下面是大氦溪 右邊是星電溪 左邊是二重書宏道索田溪的這個大顆 大顆坑溪等等 上面是極有核 然後還有一個觀音坑溪 你可以看到說旁邊有一些溪是直接 有一些溪流是直接進淡水河 然後其他這會有到 可能星電溪啊大天溪等等 然後再來這個是MOMA 就是國外的一個圖書館 國外的美術館 它透過Utita 用Utita來提供一些 藝術家畫作的基礎資訊 這個是台灣的藝術家正屬立在MOMA裡面的資料 那這個資料就只有Utita 下面是UtitaID去做提供的 那這個是一些 就是其他單位提供的一些資訊 就是說 這個2016年的這個IFLA的文件 可以提到說 這個圖書館可以使用 或使用各式各樣不同的識別碼 或是全部控制方式而來消除奇異 什麼奇異 就是容易搞會門訊息 搞會門內容 那UtitaID可以去 UtitaID可以作為其中一個工具 去進行這個跨識別碼的圖書 A管設用自己的識別碼 B管設用自己的識別碼 C管設用自己的識別碼 讓三個識別碼 都跟Utita對照之後 就可以讓A B C管設的識別碼 進行一個串解 那整合Utita 以及相對應的這個Meta Beta 還有鏈解開放資料 可以推進更加複點的這個研究網路 也就是說我透過Utita 我透過Utita在做中間的一個角色 我就可以去互取不同的識別碼 去做一個間接的工作 就不用說我今天我跟 就不用說我今天跟水寶接完 我今天跟水寶接完 還要再去跟水利署接 或是我還要再去跟水利署接 我只要去處理完說Utita今天有跟水利署接哦 那你跟Utita接完之後 你就跟水利署的資料也很簡潔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板底書 提到說Utita可以有效降低打造 LOT品牌的成本 還有擴展相當的營量 那其實Utita和OSM一樣 就是說 它都已經提供平台跟SERVER 在網路上可以就使用 你可以直接把你的資料留進來 那這個是裏面書經驗館的畫作的網站 那它也有在上面提供Wikidata的ID 去做一個對照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平台叫做 Operart Browser 它是一個基於Wikidata資料的藝術檢索平台 那這些藝術家的資訊呢 會可以透過這一個搜尋引擎去做搜尋 然後同時提供跨國的一個比較 包括像是同時期可能 這樣裡面就是一個裡面的年齣 又把它在裡面過世 那你可以比較同時期 除了台灣以外 國際上面 歐洲啊 亞洲 其他地區地區應該有誰等等 那另外要去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資料部不再是只有服務人 服務機器人的照顧 或是去搜 其實早上那個 剛好是一直提到 我如何去把社區提供的這些資料 轉成結構化資料之後 可以方便這些API 方便這些機器 去直接做界限跟應用 那我們就可以去消除那個 資料在智慧整理的一個成分 那越來越多的資料庫 保住這個基礎的特性 那同時也是改善後續維護的方式 為什麼呢 因為你如果要架資料庫 一定是你把需求寫好 包給工程師 那如果上一個資料庫 就已經工程師覺得 因為很好使用 他用API或是 爬成的方式 就可以把資料拉下來的話 那個工程師就不用再去重新做資料 或者那個工程師就不用再重新賣 整理等等 可以省掉很多的成分 那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討論 就是說 讓每天除了有1700萬個人 人是真人 像你現在用手機去看Wikipedia 每天有1700萬人次以外 同時還有6700萬人次機器人 在看著Wikipedia 跟Wikidata 所以你去創造一個基礎流線 可以去有更多轉移的可能性 工程師就可以去拿這些 已經整理過的 格式已經符合的一個資料 去做更多不同的應用 像是那個 種族地圖這些資料的聽話 都其實都仰在前面這些 已經整理好的資料 再來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 這個是Wikipedia 跟Wikipedia的那個 編輯數量跟編輯人數 你可以看到上面是User 中間是ID 就是沒有登錄的人 下面是Bug 就是機器人 在2020年 每天 每天 有30萬個Zen的編輯支出 但是在機器人 每天有42萬次 有42萬次 所以講機器人有能力自編自維護 但是我們人有更嚴重的角色 就是因為 剛剛我們提到 有些資料 它是整個在輸入裡面 它是沒有上網的 我們透過去整理這個 文獻裡面的資料 才可以把這些在輸入裡面的資料 放在我們場面 最後就是 我這些跨平台的業界有沒有 我都不用動到系統本身 文獻裡面的跨平台的業界 其實是依靠人工 依靠人工去做閱讀之後 攤到所有 又可以達到的效果 所以你就不用去動 裡面的資料 因為有的時候 因為動有一群人的資料 會比你動資料度更方便 動資料度會建設到問題很多 後面 前面講到後面我們又來講一下就是 編輯的差異 它的編輯方式很不一樣 首先在物理台裡面 N 主要有分三種 一種叫做P Property 屬性 一種叫Q 就是它的編號的開頭是P Q 跟NO P 是屬性 Q 是 I 的物件 L 是詞義或詞位 民間的分享會分享詞位的部分 大家有興趣可以聽一下 那這個 Q 哇 被看到 好 沒關係 應該還好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國家人權博物館的資料 一筆不一定看到的資料會長這邊 Q 統一編號是 Q 10926 902 這是國家人權博物館的統一編號 描述就是用來分別其他同名資料 公編輯者便別用 簡單講就是 其他國家可能也有國家人權博物館 那你怎麼分辨這個國家人權博物館跟其他國家人權博物館的差異 你要用描述 而不是 描述是在跟你講 是在跟其他編者講說 那筆資料跟其他筆資料的差別 而不是在這邊把所有 這個資料的內容寫完 然後再來是 多語言說明 就是依照 前途對應的語言 它就會依照對應的詞翻譯 目前已經支援300多種語言 亦稱為 它就是做減微指揮的功能 那個描述很重要 它是拿來迅速分別不同的同名物件 大家可以看到 在目前物理大學年淡水河總統三角 一角是台灣北部的淡水河 另外一個是上海跟廣東都有一條河的淡水河 我以前會講一個有趣的案例就是說 你當然 這個問JettonGPT 不知道會得到什麼答案 我沒有問過他 就是 你如果問他說台灣的淡水河在哪 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 越來越可能會回你 台灣的所有河都是淡水河 因為台灣沒有鹹水河 但是我覺得JettonGPT應該不會這樣回答 JettonGPT應該會回他說 台灣的淡水河在新北市之類的 然後 我一聽到裡面的內容就會講這樣 它會有一個乘數 通常第一個要寫的乘數是P31 那P31是性質 性質就是它是什麼東西 P18是它的圖片是什麼 P571是成定或接地的時間 我叫任天國務館是2018年成立 還叫P571 等等等等的 那 有點看你在簡易分表格有沒有 有點看你在簡易分表格 只是這個答案也是自選的 每一種P都有不同的用法 每一種P都有不同的用法 Poverty裡面的說明都會跟你解釋說 這個P的用法要怎麼用 但是它主要有分三類 P類是它透過P去連結兩個Item 像是國家人權管 通過P31連到國務館 就是國家人權管 是一些國務館 像是P31 P17 P131 所在行政典庫實體 P2846 輪移使用型之類的 這樣子的Item 它都是一個Item 透過一個Property 連到另外一個Item 另外一種是連結實際數值 像是你是連到一個值 長度、寬度、高度 它是連到可能幾公分 幾公尺這樣的概念 那國家人權管的成立或接地時間 它是連到2018年3月15號 最後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是一個連結到外部連結或資料錄 但是國家人權管 連到環化網站 連到環化網站 這個就是達到一個跨資料庫的連結 的一個概念 那我不知道剛剛上演長的江澤民有提到 就是在烏地帶裡面 有很多是我們南方的好朋友 這個KTV的速度人 他就彙整了國際上面有一個資料庫 叫做GeoNaps 就是地底資訊的一個資料庫 他把GeoNaps裡面 所有有標示 標註過的地名 都給他丟進Wishidata 那這也導致了就是 在Wishid海邊 台灣的一些地名或一些地底資訊 有的時候會重複或重複的一個狀況 你叫去做資料清理 然後他標示的名字都是素語的 然後有時候看不懂 然後有時候要花一點行李去清理他 好 那這個是編輯部分 寫到這邊 那帶大家實際做一次這個 帳號註冊的流程 跟簡單的幾個編輯 我應該要這樣 因為這邊用手機的朋友可能比較多 ok 如果你有手機進Wishidata 應該會長這樣子 應該是這樣 會是英文的 因為你還沒有登入 好 ok 好 然後 我們現在要登入 他壞掉了 我用我的手機找你 不好意思 有一些 你如果手機在左邊這邊看 左邊這邊看 會有一個logic 可以幫我點下去 韋基 他就問你帳號密碼 可是你沒有帳號密碼 對不對 那你就選下面這個 joweぎwised data joweぎwised data 然后它就会显示这边 就是那个名称 密码 确认的密码 跟email 那email是选用的 就是你可以不用捡email 但我会建议你要捡一下email 因为如果你没有捡email 你忘记密码就 我们就能发帮你把帐号救回来 如果你忘记密码的话 那如果有点email 它就可以寄密码回复信给你 如果有点email 它就可以寄密码回复信给你 基本上就是帐号密码 那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注册为寄帐号的几个规则 大家务必要去遵守 不然你的帐号可能会被封锁 第一个规则就是不要跟别人共用帐号 就是你的帐号就是你的帐号 不要跟别人分的用 要别人去注册你的帐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因为今天现场有公务机关在订 跟公务机关讲一下就是 我知道这个可能是业务所需或怎么样 就是说基于第一个原则 不要跟别人共用帐号这个原则 请不要去创一个什么帐号 就是说 不好意思 因为你是主任帐号 所以借我举例一下 不要去 不要创一个帐号 就是说水宝局专用帐号 或是不要去创一个什么 海山学研究中心 01 不要装这种帐号 如果你装这种帐号 很容易会被管理员 因为第一个原则 就是不要跟别人共用帐号这个规则 会被 因为第一个规则 别人会删你的帐号 就是请大家稍微不一样 第二个就是帐号可以用中文取名 但硬量不要取 硬量不要取你的本名 硬量啦 厌利啦 取了就取了 取了就取了 那就没有关系 好 那基本上如果你填完之后呢 你就会注册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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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呢 你就会回到问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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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样 按Login 他有可能会自动按Login 就是 Login 有没有人在注册的时候 遇到问题的 因为如果你用手机的网络 就我所知 好像远传的 不太 是远传的 中华啊 就是如果你用手机的网络 用远传的 或是中华的 会没有办法注册 那你登录完之后 他应该会长这样 因为他可能是英文的 他会是英文的 英文的之后呢 你可以去改语了 用电脑 用电脑 用手机网络 用手机网络 因为问题很多 有一个比较快的 是在对下面 手机的对下面 有个Language 手机的对下面 手机的对下面 可以使用 有个Language 有个Language 你可以直接按中文 你可以按中文 或是你可以按 你可以按中文 或是你可以按 懂吗 因为在文字里面 但你把腿放在一起 我把腿放在一起 我把腿放在一起 要認識 那如果也是用電腦的有沒有 你在右上角這邊 你在右上角這邊就可以選語言 我通常會選中文臺灣 或是中文反帝 因為在維基裡面中文有分 八種就是有分簡體反帝 臺灣、香港、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 那你登錄之後就可以在這邊去搜尋或是去做編輯 那如果有用電腦的朋友 你已經有註冊帳號的人 你幫我到今天共筆的這個頁面 今天共筆的這個頁面 我們在這邊有一個寫稿區 如果你在這邊寫稿 我就會知道說 你有成功註冊 然後有成功去 又有成功做 就是做維基電腦的這個註冊 然後接下來我會帶大家做簡單的編輯 那在維基電腦裡面呢 你在做任何資料的編輯的時候 我現在來示範就是編和傳代碼的 我來編和傳代碼的資料 你如果在維基電腦的這個搜尋方裡面 你在維基電腦的這個搜尋方裡面 你只要輸入WD冒號 半型的冒號TW 你只要輸入這個樣子 你如果手機或是電腦都可以 有沒有人都可以 你在維基電腦的頁面上面 輸入WD冒號TW 直接按Enter 你就會到這一頁 這一頁叫做WD冒號TW 你就會到這一頁 WD冒號TW 那這一頁上面呢 你就會看到我們有幫你們整理的一些 包含像教學文件 或是一些講座的一些資訊在裡面 那我們可以看到水利組合傳代碼的部分 水利組合傳代碼這邊 我們是社群跟水利組合作 去把Wikidata的代碼 Wikidata的ID跟水利組合傳代碼 還有開放接圖的這個關係面號 去做一個 去做一個整合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這邊舉個例子 用剛剛的這個 淡水盒好了 以淡水盒來看 你就會看到說 在淡水盒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表是怎麼樣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那個 剛剛檢報裡面的那個流域表現 這個流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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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在這邊寫資料填出來的時候 因為你在這邊填資料 你在這邊填資料 填完之後 你用機器去 你輸入SPARC 或者輸入一些程式碼 去做察覺的時候 這些資料就會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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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是我們提供的一些 比較是客觀性的資料 這有什麼種 意大利物 所在行政體股實力等等的 那個 壁桌標 這個也是跟GIS有關 就是說 我們去把這一筆資料 去訂幾個重要的 GPS的點 發展一下核口 或者是核酸源頭等等 長度 相異物 相異物 剛才我提到 目前無敵在裡面 有很多條淡水盒 那我們會去用 這樣子的一個 property 一個相異物的 property 去把其他的 去跟其他編輯者 跟他們講說 我現在確定一件事 我現在確定 這一條淡水盒 跟其他條淡水盒 是不同比的資料 然後 然後 把它特別去把 標註出來 那下面就是一個 下面就是跨資料庫的 4連碼的一個整合 包括像是這個 剛剛提到的那個VIF 就是虛擬文具權威檔案4連碼 跟這個以色列國家 圖書館4連碼 美國國會 美國國會圖書館4連碼等等 你可以透過這邊去 直接連到其他人的資料庫 但是我現在點一個規矩 你就會看到說 這個是淡水盒的 這個資料 那他就會告訴你說 在不同的資料庫裡面 淡水盒的資料長怎樣 像是那個Wikidata 就是BMP FEST 然後這是以色列國家讀書館 以色列國家讀書館 那他就會跟你講說 這些資料之間是怎麼樣去做對接的 這些資料之間是怎樣去做對接的 這些資料之間是怎樣去做對接的 然後以色列國家讀書館4連碼 那這個核參代碼有沒有 這個核參代碼就是我們跟水利署合作 就是因為目前台灣 就是目前水利署提供的這個核參代碼表 它只有 CSV或是PDF的格式 那我們透過把它做成Wikidata化之後 你就可以去設計一個系統 就是你只要從另外一邊 輸入可能11400 它就可以索引到 可能就可以索引到乾水盒 你就可以透過這樣子去提供一個這樣子的系統 那我們目前是提供一個這樣子的對照表 就是說你去取11400 你除了可以去取到Q2420747 你也可以去取到這個OSM4549011 去做這樣的跨系統的一個結合 那這邊是我們核參的一些這個會者 那除了核參代碼以外 除了核參代碼以外 台灣的核參裡面還有另外一個很大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系統叫做 叫做排水 台灣的核參裡面還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叫排水 那在有些排水呢 它是沒有被匯入在核參代碼裡面的 那有些排水是有的 那我們也是跟水利署合作呢 去協助對這些排水的資訊 看有沒有重複的 或是有沒有一些是有錯誤的 那我這邊示範新增一角 我在這邊示範新增一角的核串給大家看 這個是最清爛的核 這個好像有更新版 看一下 大家找到 這個好像也是更新版 因為我們這個是社群工作的成果 所以可能有些資料有沒有 它還沒有完全完成這個間接 就是還沒有完全完成這個對照 那我這邊以消體系來做一個示範 這邊用消體系做一個示範 那在物體系列裡面 如果你要新增資料 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那個步驟一定是 你他們先 在物體系列裡面去搜尋 有沒有這個椅子 哦 有 有消體系 那可以看到消體系列資料在這邊 他有提到說 消體系列有一個資料 叫做菜烏坑幹線 那這邊已經有 已經有編了 然後她再往進去 那可能是 那這個表還沒有更新到 等等的 那菜烏坑幹線以外 還有建築窩幹線 我們看一下建築窩幹線寫進去 建築窩幹線還沒有 我們就可以先點建築窩幹線 建築窩幹線我們就先再來標籤 標籤就是這一筆資料的 其中一個語言的名字 目前台灣的 目前無敵在兩邊可以使用的語言 一樣是在這一個 剛剛提到的這個 WD冒號TW這個頁面裡面 有一頁 有一頁叫做語言在這邊 大家有看到嗎 有一頁叫做語言 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是目前在台灣的幾個語言 包含各家化 不同語言 就是原住民語 還有一些平谷語 西拉雅語等等的 在這邊有一個可以打勾的 像我們現在可以使用的有 像是有阿密斯 然後 然後 那個 在德克根 就是 德杜古語 就是太武德語 德杜古語 就是太武德語 然後 北南 在夏語也是可以使用 Takia也是可以使用 那 那個 目前 因為 目前 因為維基目前在申請 那個語言的欄位 有沒有 維基的語言欄位 主要還是Follow ISO的這個 369-3的這個編碼 目前 在ISO編碼裡面 還沒有台語這個選項 所以目前一些台語類 都還是會先放在閩南語裡 然後再來是像 冬語 冬語就是像 沿江縣 然後馬祖地區的這個 馬祖畫 冬語 浮仙語就是那個 烏丘地區的烏丘畫 然後 太陽語也可以使用 然後 那個 巴菇拉語等等 這個 目前這些打造都不能用 然後 台灣語 明天我們會有一場 台灣語的分享 台灣語也是可以使用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說 在目前 烏丘地區上面 可以使用的語言 台灣的語言這麼多 其實台灣的各個單位 各級機關 都有去把那個 每個機關 去做原住民語 或是 特加語 台語的翻譯 大家也都可以去協助 把它補進那個 烏丘地區裡面 去形成一個 不同語言的開放主要 這個 這個 這個是我們簡單的一個統計 我們簡單的一個統計 建築物概念 然後 描述 描述要盡可能簡單 可能 你就寫 東華 中國 走二流 或是台灣西流之類 都可以 主要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這筆資料跟其他筆資料 是什麼樣 是不一樣 那假設舉個例子 如果台灣有兩條建築物概念 但是我們之前 去水利署 聽他們分享 有沒有 台灣有很多 台灣有不少的西 叫什麼名字呢 台灣有很多 假如都叫 頭前西 除了西族有頭前西 其他地方有頭前西 還有什麼西很多 南市西 你住的地方的南邊 南西 南市西 你住的地方的前面 超級 頭前西 這個都是一些地名上 會形成的一個 河流、溪流的名稱 那我們就可以做這樣子編輯 就是說 我們先把這個東文的部分 都給我們先捲上 因為剛剛有提到 因為一些歷史上的因素 那個東文也被分拆成 這麼多不同的中文 那我們會把它都先捲上 因為主要是台灣日本的資料 那英文大概都可以去 從 性質 就是河流 Q 4022 就是因為已經編了很 編了 比較熟練 所以知道說 是4022 然後 那個 台灣的話就是 以機器來講 你這樣子編上去 他就會知道說 編導核是一個在中南文境內的 河川 河流 那我們再來是可以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幫他加上 河川代碼 然後P9 P9170是台灣的河川代碼 然後就可以去看河川代碼的文件裡面 有這樣子的 有這個編號 可以去做一個編號 可以去做一個編號 然後呢 在下面這邊有一個參考文件 如果你有任何的網站 你都可以把編號文件列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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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河川代碼 這邊有一個河川代碼 這邊有一個河川代碼 把他的網站 複製下來 複製下來 然後 現在編號文件 來源網址 就是他在哪裡 然後網站 盡量要記得先這個 你的檢索日期 就是你總收藏 上天筆資料 那今天是20223 3月3號 3月3號 兩方 你就可以幫 你就可以把這個 你就可以把政府的開放資料的連結 再連結到這筆資料來 那這樣子 機器在做爬蟲的時候 就會知道說 這筆資料 他跟這個連結是有聯繫的 去建立之間的連結 那這個 有些 這個做法 其實也可以 去提高 對應的資料庫的 存取次數 存取次數 也會 也會讓一些網站 有沒有 更同意被搜尋已經找到 好 那這邊就先簡單示範到這裡 不知道下面的朋友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發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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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先冷靜 可能 這裡 有機構 不然 Crow 我們非常快 感谢观看